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捷克政界的第二把交椅 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今天率領了一行90人的捷克政商界代表團出訪台灣 而台灣政界表示熱烈歡迎 派出了外交部長吳超洩前往桃園機場迎接 而且根據消息所說 還說維特齊將會在9月3日 和蔡英文總統回應 當然 捷克這趟官式訪問 惹來了大陸方面的強烈反感 簡直暴跳如雷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維特齊在出發訪問台灣前 在捷克參議院召開了記者會 在會上提到 訪台的行程 是為了延續 捷克以故總統哈維爾 以及捷克以故外相丹斯特比爾所建立的外交傳統 即是 要捍衛自由和民主的核心價值 不管其他人是否同意 這裏很明顯就是 不會理會北京方面的強烈抗議 除此之外 他還提到 期望跟蔡英文的會面 是可以共同推動到雙方的國會交流和經貿合作 很明顯地 如果雙方面都是基於擁抱共同的核心價值 而展開經貿合作 肯定是會事半功倍的 因為只有雙方面都要堅守住對等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則 這個經貿關係才可以健康地發展下去 否則的話就會變成好像某一些非洲國家 他們跟某些國家做生意的時候 就好像被某些國家壓住了 周知無日就叫他們聯署去支持 什麼法例 或者什麼原則 又或者在國際組織當中要求你去幫他點人頭 投票支持他 這一種的經貿關係正正是不對等 好像變成有一方支配著另一方 當然我們又可以看看美國那麼強大 他又怎樣 在特朗普還總統以前 數一下這個前總統克林頓 當時他也曾說過 對華的貿易關係要基於中國的人權狀況來展開 搞搞下去到後來 他就頒了一個永久最惠國待遇給中國 我真是想請問這個克林頓 又或者他的專夫人 希拉莉 到底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況 比起你克林頓當政的年代 是改善了多少呢 好了 我們說回台灣政界 如何熱烈歡迎 這位維特齊議長 蔡英文在Facebook發了一條貼文 他說 捷克是文化深口經濟發達的中歐國家 很多台灣旅客都拜訪過美麗的捷克首都布拉格 捷克和台灣一樣 在1980年代經歷過民主的轉型 1989年天鵝勇革命發生的時候 幾十萬捷克人民走上街頭 勇敢抗拒強權的威脅 最後順利完成了民主化 台灣和捷克之間 有著太多可以彼此分享的故事 他說希望可以針對防疫經驗 經貿投資 觀光旅遊 國際參與等議題 持續深化和捷克的合作 當然 台灣和捷克的經貿往來 都相當驚人 原來 台灣的商人 是捷克重要的外資來源 在捷克創造了超過兩萬個就業職位 而且在今次的捷克政商界代表團當中 亦有36家捷克企業老闆隨團訪問 希望在台灣尋找商機 到底為何捷克能夠有這個吉士和大陸方面說不呢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捷克政界擁抱自由民主這些核心價值 但除此之外 其實捷克和大陸的利益瓜葛根本上是很少 中國對包括捷克在內的中歐國家的直接投資額 原來只不過是佔了中國對整個歐洲地區的投資額不到百分之二 即使是大陸完全停止與捷克的經貿往來也好 對於捷克的GDP影響是不會超過百分之一 而捷克目前的主要貿易夥伴 仍然是歐盟國家 最大的投資來源 是荷蘭和德國 在亞洲方面 就是韓國 日本 台灣 所以大陸來說 對捷克的經濟貢獻 是甚低的 所以往往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跟大陸的利益瓜葛越少 他們的聲量往往就能夠越大 比如說 較早之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了中歐四國 他去到斯諾文尼亞一站的時候 就成功邀請到當地 簽署了一份協議 就是完全排除華為的5G網絡設備 這個斯諾文尼亞這樣做 其實就等同於為蓬佩奧 所提倡的 政網計劃背書 他有這樣的吉士去簽這份協議 為什麼呢 正正因為這些國家 和大陸的經貿往來 是很少 根本上微不足道 是不足以撼動這個國家 所作出的任何決定 所以 外國對於中國的聲量是大還是小呢 就不是取決於國家的經濟實力 而是取決於 他和大陸的經貿往來 利益瓜葛有多深 至於大陸方面 如何暴跳魚雷 中國駐捷克大使館發言人說 中方對於捷克代表團此行 予以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敦促捷克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捷關係大局 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建交國 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這個就是搞事了 他現在進行了 即是反對無效 會不會對於捷克採取什麼反制措施 暫時沒有看到 這個阿澤訪台 中國就有些反制措施 包括在台灣 所謂的南北兩端是軍演 這次對著捷克又可以做什麼反制措施 難道又搞軍演 山長水遠 不可能吧 而且中國和捷克之間的經貿往來 又這麼少 這次基本上是無計可施 這個發言人還說 為特齊不顧中捷關係和兩國互利合作 無視捷克主流民意 出於個人政治計算執意訪台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侵犯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雙邊政治承諾 後面那堆政治套語就不要理他 他說無視捷克主流民意這個好笑 實際上 為特齊訪台 是經過了捷克參議院的決議通過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台這件事 本來在今年年初就應該進行了 只不過 辭任的議長就不幸申估 所以就無法成行 後來捷克的參議院 其實是絕大多數以50票贊成 一票反對 是決意通過了 由維特齊 率團訪台 難道這個還不是主流民意 難道整個捷克參議院 他們的50個參議員 全都是違背民意 去贊成 這班代議士本身就已經是有民選的基礎了 定義說大陸 最新在捷克做了一趟的民意調查 發言捷克的民眾根本上就是反對這個維特齊訪台 如果是有的 就應該搬些數據出來 無論是你自己做的也好 或者是誰做的也好 拿些數字出來 沒有的 一美開口埋口就說 捷克的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是什麼 憑空想像出來的 你說是就是 整天就是濫用這些政治套語 什麼叫主流民意 就算在香港要營造一個所謂的主流民意 建制派也要去辦事 開街站收集簽名 又或者搞網上聯署 捷克這裡有沒有 如果是沒有的 那何謂主流民意呢 只能說 另外再說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最後一站就是要訪問德國 但是在訪問之前就被 這些德國的議員 柴台 原來有三名來自不同政黨的國會議員 就趁著王毅到訪之前 寫了封信給外交部長馬斯 這封信裡面就說到 說王毅和馬斯的會面 只是應該用作交流雙邊和國際關係的看法 不應該是被大陸當局利用作為國內和國際的宣傳 同時 德國政府必須要把握這次機會 要求中國關閉維吾爾族載教育營 又會提新疆議題 你說多麼沒人呢 到訪幾個國家 幾個國家不是提香港問題 只是提新疆問題 不過在德國 始終有默克爾這位大媽守著美門 他在接受新華社採訪的時候說到 歐洲和中國必須要保持對話 為多邊主義樹立榜樣 當然這個榜樣起碼還可以樹立多一年 去到明年的秋季 默克爾落台為止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